就是判断什么呢 判断那个还有防灾1是那个删除 防灾2是防止他没有填写任何资料 比如说呢使用者直接怎么样 直接输入的时候 你可能担心他怎么样 直接按一下这个按下按钮的 然后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按取消 或者按确定 那里面没填任何东西啊 如果没有填任何东西 那你还查询 那一定会产生错误吗 因为这个没有条件嘛 那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可以 请务必输入资料 按确定之后呢 不能让他往下 只能跳离 所以大概就是先判断 一个逻辑判断 再做讯息 再来跳离 这个副程式 就完成 所以基本上这个刚刚有讲过 这几行的话基本上 大概就是在云端上有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副 X等于空的 Zen请务必输入资料 跳离就可以了 不要再让他往下 OK 大概这个方待的这个方法 另外还有什么呢 他筛选的时候 他可能随便输入一个 AAA好了 有没有这个了 没有啊 那没有 你如果刚刚的做法是 他还是会 产生那个什么 一个新的工作表 里面有没有东西 没东西啊 那不就有点 没东西 你 就造成使用者 这个不方便 然后贴过去 奇怪的 没东西 那你应该 没有就不要产生 那当然做法 你可以是跳一个讯息 告诉他说 没资料 要不然的话 就是也什么 就不帮他建一个资料 都可以了 比如这边按确定 那我已经记得 我好像是没有建 查无资料 然后按确定 也不帮他建什么 新的工作表 按确定 然后但是怎么样 要把筛选状态 还回来 因为你会发现 我们必须是在 筛选结果出来之后 才会知道有没有结果 因为没有筛选 我也不知道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把那个 selection这个状态 改回来 那就恢复原来的状态 这样的话 我想应该 还有什么可能会发生 反正我想到了 如果你们 以后如果又遇到了 什么状况 那你就把那个 做个逻辑判断 把它怎么样 挡下来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系统 查询系统 应该就很坚固了 所以其实要解bug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你要把使用者端的 可能发生的状况 都预先想到了 然后基本上这样用的就很顺畅了 你给人家用人家也很开心 大部分就是你给人家 如果资料锁住的话 你可能要做保护啦 就如此类的 OK 大概 那这里的话 我刚刚做了什么呢 如何让没有资料 就不做任何的事情 其实我刚刚做的主要是 在查询 特别主要 房贷3 是没有结果 记得 放的位置 是在什么呢 在这个条件下下去的时候 我才会知道 到底有没有资料 那什么时候会没有资料呢 基本上是这样 去追踪它的那个 就是如果说你查不到资料的时候 基本上 它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比如说执行 比如说一样 要把那个中断点设在那边好了 你会发现 它会是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呢 基本上 如果我把游标 Ctrl向下 它会停在什么 1048576的位置 不过这别注意 这个可能会有一个 就是如果你是用2007 以后的版本是1048576 但是如果你们公司 或者你的系统 还在用2003以前的版本的话 那就是65536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test 或者确定一下 否则的话 你可能会不会不同版本 会有这种状况 那我是利用这个方法 去追踪 那怎么追踪呢 用range 这个刚刚也做过来 去追踪最下面 如果是1048576 表示说它没有资料 那我就怎么样 查无资料 这边有个magic box OK 然后呢 并且怎么样呢 取消筛选 所以这一行一定要加 如果你不加的话 那会变成 它没有把那个筛选的状态取消掉 那一样怎么样 跳离 is it sub OK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基本上 所以讲了三个房贷 至于还有其他的 那请各位自己再去加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查产业别的话 其实很简单嘛 你把这个筛选业务怎么样 把它copy一下 贴到底下变什么 筛选那个 比如说产业别 对不对 然后其他应该都不用改 只要改这边而已 然后 应该差不多大体上 好像印象中都什么不用改 改一下那个sab名称 然后再改一下那个查询的栏位 这边改一下 请输入那个什么 不要业务 你就把它产业别名称 产业别名称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就可以产生第二个按钮 那文字筛选都一样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去找什么 后面我好像在云端上也有同学问的就是 额外的 比如说你要查的是总价 总价 总价可能我大部分的去查是range 哪一个小于多少 不应该是大于多少